今天呢就要渡长江到湖北省了 长江渡了好几次了啊 我始终还没看明白这个水是东西流向呢还是西东流向 这个呢是高速公路过不了得到富池镇 还有个几公里啊就要离开江西了 富池镇阳兴县阳兴县都属于湖北了 从这里看一下长江上面这个繁忙的船只吧 一到晚上也是通火辉煌的 就是9月1号开海的时候啊捕鱼的船在那个海上比这海要多的多啊灯火辉煌的 这一座山都挖秃鲁了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湖北省黄石市 富池镇了啊 看这里有卖这个烟花爆竹的 你们那边今年这个能不能放烟花爆竹 哎呀 不过年的不放烟花我感觉不热闹 哈哈哈 找个地方去吃个早餐 早饭中午饭一块吃现在是11点36分 这路边上都有快充充电桩哈 还是非常方便的 看一下湖北这边两排的小房子吧 这河干罢了 暂无不胜的毛爷爷思想万岁 哦这是到富池县的客运站了 右转进入就沿江路了 刚刚看到个沙县没有去吃啊 心里想着吃个兰州拉面就碰上了 这叫啥心想事成 来了一份大碗的牛肉拉面 哎呀懂礼饭了哈 牛肉挺多的啊 嗯 嗯 很多天没吃啊啊 拉面的口感非常好 啊 啊 这边呢 车牌号是厄逼 就刚刚在这里吃一份面哈 你看评论嘛 又该拿低俗的喷子又开始了啊 小勇一天前就知道吃 三顿饭你不吃 你只不过没拍视频罢了啊 我吃的说实话一点都不多 啊 一碗拉面 那个他这个分量还不多 我还想说实话 我只吃了气氛饱啊 别喷了啊 一天天的啥用啊 啊 啊 二十五块 啊 得等一个小时再再来这个船 今天还挺热啊 过几天降温了啊 所以说赶快跑 啊 现在才发现这个西顶呢 人到中年不得已 在这里上个厕所 这个应该是厕所 还得等上四十分钟吧 再看一下吧 露天的 这半两都没有隐私了 1点10分 船来了 足足等了有50分钟 下来了有七八辆车 这船拉满了 这大车 我去 这大重器都干上来了 船开始波动了 今天挺热的 热到二十度 哎呀吹着这个江江里边刮的风哈 哎呀特别的舒服吧 哈哈哈哈哈哈 呃上次在那个 金门吧 金州过的长江嘛 上次是 那就走了走了这个长江大桥 在武汉 然后这次再回来又从这里回去的啊 很久没坐船了啊 乍一上了 还有点头晕呢 十二个船真漂亮啊 上面写了晚正发四个酒 用了十六分钟啊 就跑跑到这个 呃长江一北了 哈哈哈哈 还有734公里 这是沿了三四七国道走的啊 五穴 两公里黄土岭十二公里 到这个齐春啊 这个字读齐字啊 今天又多认识个字啊 呃 今天天气好多能多跑点就多跑点 过两天降温了 那就跑不了多快了 我说这跑这二十公里怎么这么费劲呢 实际上这个车带的气小了哈 给它补一补 我估计是慢撒气的啊 嗯 这个看一下 这个没多大问题 嗯 应该是慢撒气的 刚才看了看哈 是这个车带有问题了 前面有个修车的去整一下 这东西切台太软了 这个车带太软了 嗯 哦 是这里跑得起啊 嗯 你听着眼上去 啊 直接就吹在脸上了 这个气 慢撒气了 不行啊 啊 这个车子也要是平的 这车子开不行了 啊 不是 它不行啊 这个车子也要是平 好 有时候说不好啊 不好了 不好了 就是这车带 车带里边有一个东西 把它滑的 是吧 嗯 现在把它装上 这个是七嘴子哈 如果说明年再出来旅游的话 就得学会补胎自己 胎补完了哈 就花了五块钱啊 这个师傅也挺好的 交给我了补胎的方法 这是十五块一提啊 嘿嘿嘿 行 先尝 尝一个 尝一个再说哈 嗯 这个东西吃的也胖 嗯 好吃吧 好吃 我刚刚他视为有些怪 有些怪都有 咬了一包哈 带回家吃 这条道呢叫李世珍大道 然后这里写了中国爱毒 养生 齐春 红羊 李世珍 中国医药 李世珍酒坊 四点钟了啊 现在也跑了得有个八十公里了 啊 找个地方中安顿下来了 齐春 人民广场 这是在火车站附近了啊 这周围住的话肯定不贵 今天晚上住这个小旅馆了啊 依然是这个三十块的小房子 哎呀 行 今天又是疲惫的一天啊 给大家分享到这吧